熊带琳老公晒双胞胎女儿迎圣诞,窗外高楼林立,曝光豪宅优越趣味。 12月22日,熊带琳的丈夫郭可颂久为晒娃,分享了两个女儿在家里装饰圣诞树的温馨画面,并复闻到,一年最美好的时刻进入道计时。 还不忘艾特自己的老婆。 熊带琳郭可颂为两个女儿购入一棵超大的圣诞树,圣诞树十分逼真,树上装饰的灯光闪烁,画面很温馨。 姐妹俩穿着睡衣在圣诞树旁玩耍,很是暖心。 两个小公主同款发型,披散着浓密的绣发,像洋娃娃一样。 正面对象镜头的是妹妹Livia,长得像熊带琳,而且个子也比姐姐高出一些,看来将来也有当模特的前置。 阳台的门上贴着圣诞老人,圣诞氛围浓郁。 窗外是林立的高楼大厦,万家灯火,可见郭可颂的豪宅在市中心,无疑价值不菲。 此前熊带琳晒出过自己白天在阳台上的照片,我们看到不仅有高端建筑,还有海港,估计那就是维多利亚港吧,这样的区域位置的豪宅花上一个亿想必是买不下来的。 在有了孩子以后,圣诞节也变得意义非凡,让父母多了送孩子们礼物的理由和机会,看到姐妹俩惊喜开心的模样,估计熊带琳和郭可颂比孩子都要兴奋。 熊带琳嫁入豪门后,家庭地位并不低,她对外宣传自己不会再生二胎,回答得斩钉截铁,可见丈夫和婆婆并没有把她当作生育机器,非要让她生下儿子不可。 如今郭可颂和熊带琳已经结婚五年,感情依然甜蜜,嫁对了人每天都是幸福。